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迪焦特曼今天又来买什么呢? 他选择了红茶饮料 出现了一个变形蛋 迪焦特曼看了下,这是什么呢? 他好像启动了什么 原来变形蛋是怪兽打打 迪焦特曼决定变身,把怪兽打败 怪兽一下子就被打回到变形蛋 迪焦特曼安心地离开了 小猪小子拿了一张凯迪猫的卡 他又来买什么呢? 他看了看,选择了凯迪猫的苹果汁 不但掉出来了一瓶饮料 还掉出来了一包食丸 这会是什么食丸呢? 这上面是面包超人里面 蓝精灵妹妹的图案 原来这是一颗棒棒糖 这上面好像有个头像 这是谁呢? 原来是面包超人的 正好乔治肚子饿了 乔治好像看到了什么 他又来做什么呢? 原来乔治是有把喝完的饮料瓶 扔到垃圾桶里 乔治准备回家 这是什么? 乔治撞到了什么东西? 原来是达达 他把乔治抓住了 准备把乔治带走 迪迦奥特曼听到了乔治的哭声 赶了过来 又是你迪迦 又来坏我的好事 这一次没那么简单 达达控制住了凯撒贝利亚机器人 好巨大的机器人啊 看来我也要使出我的道具 卓飞 贝利亚 融合变身 欧布奥特曼 暗药形态 达达 别以为你藏到凯撒贝利亚的机器人里 我就会怕你 看我的必杀技 这是什么形态啊 太强大了 我还是先逃了 你没有受伤太好了 让我送你回家 乔治坐好了 乔治到了 迪迪迦奥特曼 迪迦奥特曼 告诉大家 怪兽已经被他打败了 大家可以放心 猪爸爸谢谢迪迪迦奥特曼 那我先去打怪兽了 乔治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了 他今天买吃完遇到怪兽的故事 我只是想要去打怪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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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